来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 我先demo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两个按钮 我们做出来类似这样 一个是串接 一个是清除 按下清除 这些资料不见 而且会到哪里 底下的东西都不见了 然后串接的话 按下它 它等于就是 把你刚刚做的动作 重新做过一遍 有没有 其实这里面 没有写到任何程式 但是它其实已经帮你 把程式写出来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 完成这件事情 我大概把细节 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一个呢 这两个按钮 我先把它删掉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你们需要把一个 开发人员的页面 要叫出来 因为这个页面呢 理论上 它预设是不会出现的 也就是说 它可能会认为说 你这个地方的 那个开发人员 一般人用不到了 所以它没有让你打开 但是好像最新的 Office 365 好像这个页面 已经自动产生了 也就是新的版本 它可能慢慢觉得说 一般人可能也会用到 这个功能 所以它直接把你打开了 可想而知 因为现在好像很多 职场上面 不会用这个功能 说真的 真的很多事情 会没有效率 所以有的时候 城市设计 设计会跟不会 最大的落差 就是说 它的工作效率 其实会差蛮多的 还有就是说 就是时间效率之外 人力的效率有差 所以可能会写城市人 一个人可以抵很多人 好几个人的 时间跟效率 所以相较之下 如果是老板 他会认为说 我多给你一点薪水 你一个人可以抵十个人用 那何乐而不为 我给你两倍薪水 老板学的还蛮划算的 所以相对于 以后你们在毕业之前 可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是对的人 真的是 所谓的事求人 事求人就是说 工作会自己来找你 或者说你去面试 马上跟你讲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你就是我们要的 但是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能就是人求是 公司可能 你在等消息 我们再会 所以如果有消息 我们会再跟你联络 那表示说 你可能就不是对的人 那其实现在职场上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 你进的公司 可能同事 主管必须教你 但是教你的话 教你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的 那因为现在 很多人 待了都不久 可能待没有很久 又要跳槽了 又要离开公司了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 都不太愿意说 花心思去培养人力 那这样也可想而知 所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怎么办呢 他需要一个 已经会的人 但问题是 在学校里面 不见得一定会把这东西 教你们嘛 所以就是变成说 我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想办法 找一些案例吧 多多练习 或者说有机会去 业界实习 你就去吧 或者是说 之前有蛮好的说 同学会跟他的爸妈 或者他哥哥姐姐聊天 你会发现 反而学校 现在目前学东西 对他们的长辈来说 是最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们 爸爸妈妈 为什么常要加班 因为他不会用 对不对 你会发现 长辈对这东西 真的是比较没办法 但问题是 他的资料就是这么多 永远做不完 所以你可以在 假设你爸妈 或者你哥哥姐姐 有在上班的话 办公室里面应用 你会发现 他会给你很多的 不同的回馈 甚至 像之前好像有个同学 把我们上课的影片 给他爸爸看 反而他爸爸比他还认真 OK 你看他觉得 这东西就是我要的嘛 我上班就是要把这东西学好 我才有办法把 这个工作 报表交给老板 对 OK 所以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方向 主要是因为这个东西 他比较偏重在 实际上工作会用到的 那因为你们现在工作上 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案例 OK 所以也许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打工 如果有打工的话 可能还可以派到用场 好 那再来的话 开发人员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会需要录制两个按钮 并且把它执行 那至于要怎么录制 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录制去期 OK 那录制的话 顾名思义 有点像是录影 也就是把你滑鼠键盘的动作录下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 也有可能会NG NG的话就是录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你NG怎么办 没关系 可以重来 可以盖过去 有没有NG 有没有第一次NG 第二次NG 如果你不想NG的话 你可以做个动作 彩排一下 OK 所以待会的话 我会先跟各位彩排 然后再做动作 把它录正确 然后再执行 应该要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那到底录下来的东西 放在哪里 它其实就是程式 就是VBA的程式 那这个VBA程式 你可能看不懂 那如果说 我希望能够让你慢慢看得懂的话 那可能还需要加上注写 所谓的注写就是说 那个程式上面 你可以加一些 你看得懂的文字叙述 让那个程式突然被看懂 有点像这样 就是说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注写 注写的版本是在下面这边 在底下 在第几页 在第七页吧 你会发现 有没有 其实待会要做的动作 就是这三个动作 一 二 三 有没有 这边就串接 这个程式在这里 这一段 然后清图在这里 那你想说 是我突然看懂程式了 不是看懂 是你看懂注写的 OK 因为实际上这个注写 是本来不存在的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通过加注写的 这个过程 你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VBA的程式 它到底用到哪一些物件 哪一些方法 可以让这个程式去运作 那也就是说 所有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转换成程式 也就是说 一整天工作下来的动作 通通可以变成暗了 按下去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还可以搭配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有没有 按下去自动完成了 这个自动化程度 其实可以相当相当的高 不过前提就是说 你对于你是有VBA的掌握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开启开发的源 第二步就是录制聚期 不过录制之前要彩排 彩排部分我先跟各位讲 因为录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的话 三个步骤 一 游标放在一四 特别之后 你游标不能直接就放一四 你要从外面放进来 它才会录进去 OK 特别之后你不能直接就一 等一下 这个不是OK 一定要从外面 一 二的话呢 游标放上面打勾 表示什么 输入公式 那也就是说 你原来的公式不用删掉 直接弄就可以 然后三的话 就是在右下角的空点 快点两下 表示向下填满 好 那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按钮 就完成了 OK 那第二个按钮 所以我现在还在踩 我还没录 OK 还没录 第二个是什么 删除 那怎么删 第一 游标放在一四 把下面整个选起来 那怎么选比较快 不是叫你用滑鼠 这样慢慢选 记得 可以按Ctrl 加Shift 再加向下 那你想说 为什么要Ctrl Shift 这个组合键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录下来会变成说 它选到哪里就固定了 但是如果你用Ctrl Shift 向下 它会追踪 自动追到 你最下面那一列的位置 所以录下来 结果会不一样 也就是如果你是这样选 以后如果你选到哪里 它就固定到哪里 那如果Ctrl Shift 向下的话 它就会自动追踪 你旁边的栏 到哪里 它就停到哪里 这个相对会比较OK一些一些 然后最后按Delete 这样就OK的 那我是建议 那个Ctrl Shift 这个复合键一定要记 跟各位讲 Ctrl向下 Ctrl键不要按Shift 就是方向 就是范围的最上面 最下面 最左边 最右边 它会在 没有 这个范围里面移动 那如果加上Shift键 就是什么 就是选取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按Shift键 它不会选 但是如果你按Shift键 它会放一个 就是 那你要怎么选 其实 所以呢 Ctrl加Shift 这样向下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帮我把它从上面 选到最下面去的意思 Shift是选取 OK好 那最后按Delete 就完成了 所以三个动作 我们彩排完完毕了 所以 一 有不要放这里 二 Ctrl Shift向下 3 Delete 好 三个动作 一样三个动作 所以 待会请各位录制之前 先彩排 无误之后再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来录 第一个录制聚集 名称给它一下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串切 这个名称 OK 假设这么短 我按确定 然后 一 游标放这里 二 上面一下打勾 三 快点两下 那个空点 OK了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停止录制了 好 那我们已经完成 第一个按钮了 第二个按钮的话呢 后来就录制 那这个叫清除 然后呢 一样就是说呢 第一游标放在 14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好 清掉了 按停止录制 好 完成了 就这么这样而已啦 所以你只要彩排OK 确定没问题 那就可以开始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续齐 录制续齐的左边这边有个按钮 续齐 你可以按执行 这边就OK了 这边可以清除 清 可以吗 这边就 但是你想说 老师 如果我这样每次都要按这里的话 很麻烦 最好可以在旁边帮我增加按钮 那就很方便 那怎么增加按钮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再插入这个地方 找到什么呢 表单控制项 其实左上角这里 插入里面有没有 找到这边的表单控制项 这边有个小按钮 对不对 按下它之后的话 请你在这边拖拉 拖拉的同时 他会问你说 你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要执行哪一支锯齐 那就是串接啦 OK 所以我们来试语给各位看一下 插入这个按钮 然后拖拉 拖拉的话 就是有点像小画家一样 拖拉一个矩形 向右下 拖拉放开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跳出说 你按下这个按钮的同时 我要帮你执行哪一支锯齐 就这个锯齐 串接 那上面的名称要叫什么 叫串接 所以我把上面的名称 顺便复制一下 按确定 那因为刚刚有复制那个名称 所以上面的按钮的名称 因为他叫按钮3 我把它改一下 叫做串接 一个按钮 那下一个按钮怎么说 一样的方法 按一下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然后再拖拉 然后把它在复制上面的名称 确定之后的话 再把上面的名称改成清楚 好 这样子的话 就完工了 完工之后试试看 按一下串接 OK了 按一下清楚 也OK了 那就表示 我们的程式呢 已经录制没问题 并且可以正确 但是如果你按下去 发现奇怪 结果怎么跟预期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可能要重新录制了 也是NG的 NG就重来 重录一下 重录之后呢 按钮不用重录 你就录完之后 重新再跑 应该就OK了 试试看